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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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常大的帮忙 晚上7点 我相信可以正式开放 让民众来使用 当然刚刚介绍如果能够提前就会提前 我想最重要是能够带给市民朋友 一个便捷舒适的交通廊道 当然最重要 我也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工程人员 施工的朋友 敢在小年夜前夕 能够让市民朋友 不管是未来返乡或是走春 都能够有一个便捷舒适的道路 也搭车试行了一段 新公处方面表示 这一次通车主要是从福国路 与成平路口到中美快速道路路段 不仅能疏解市民北投 往返大量车潮 和解决未来北投市民科技园区 完工启用后所延伸的周边交通问题 新公处方面更保留了未来 轻轨捷运的路廊空间 让未来更具有发展性 这个福国路从108年开始施工 那今天在高架桥的部分可以通车 那将来可以解决从士林北投 跟透过这个福国路 从周美然后上福国路的高架 可以直接到这个士林地区 那士林地区往北也可以到士林北投 那往南也可以接设置岛 那将来这个路廊里面也有预留 以后轻轨的一个路线 那对于这个北市科将来发展的交通 可以提供一个便捷的通路 在福国路衔接中美快高架道路通车后 接下来平面车道外侧两车道 及承平路口到承德路口范围 以及承德路口到文林桥范围的蓝色道路 预计在112年3月底开放通车 将更进一步完善便捷 士林北投地区的交通路网 乌国路通车站 记者张旗藤台北报道 为了让士藏的朋友也能逛逛年货大街 台北侠海城华庙连续20多年 邀请中华士藏人福利协会到年货大街 并邀请在地的店家 一同捐赠年货礼品 让士藏同胞感受年节温馨热闹的气氛 小提琴演奏热闹的新年歌曲 为迪化年货大街增添过年气氛 为在迪化街上的台北侠海城隍庙 自1996年起一同协助推广年货大街 20多年来邀请中华士藏人福利协会 在过年前来年货大街感受气氛 并制正年货让士藏同胞感受温暖 1995年就在做准备 那就是跟台大的研究所 我们就一直想说 如果我们再不用力的话 用心的话迪化街真的很多生意都会没落 然后我们看到迪化街的东西都是大批 那我们是不是把人引进来 然后请他们变成小包装 所以刚刚我们有看到那个 王大哥的那个汤匙 那个筷子 虽然是竹制的 但是一套一套 以前他们是整批卖的 然后那个徐大哥这边 那个香菇怎么可能小包 都大大包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 所以年货大街的开始是 台大城乡所这些好朋友 好同学 研究生大家来发动的 那发动的那一年 刚好有一件事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我们眼睛金的人 要每年会 要吃好料的 那眼睛不好的人 也是要吃好料的 够定嘛 所以就说 那如果适当同胞 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协助帮忙 我们给一点点小礼物 那那个小礼物不多 如果还没有找到怎么办 我还没有找到徐大哥 我没有找到王大哥 我就自己自礼了 所以我用的礼物不多 每年都是三样 控制在大概500块里面 所以我就大概有 六七十个的市场同胞 但是他有一个陪同 陪同也要给吧 所以他这样逛下来 每个人都有一个小东西可以提着 可以买的你就买不能买的 但是我有一个就是好事发生 我一定送花生 因为那是一个Lucky嘛 眼睛紧到去不去就够了 这眼睛没看就够了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 一个跟店家说 先有一个Promise 就是说如果有来麻烦 不要拿给他 如果有来 把它称到九龙 这个就是我觉得 陈香手 我真的非常感谢 台大陈香手 这些学生的一个发愿 然后如果现在没有疫情的话 现在应该还在供应 那个平安茶 那也是当年他们说的 昂作高级煮起来 很甜很好的 今年在地店家 联通汉方中药行 及大华行竹木造咖 也共襄盛取 捐赠香菇干及竹子汤匙叉子 號召民众关心市場朋友 今天天气清冷冷 靠着我们在这里 现在感觉很温馨 是 是 对啊 欢迎来到地画街 我问一下 他说 千金人买什么 猪鼻啊 对 千金人买好猪鼻 你看我们地画街 隆重好猪鼻 是 真感谢 我们可以来 联合大家 来感受一次 我们的过年的气氛 我们的小礼物 这 嗯 我们 过年喔 都吃了香菇啦 我们现在不用煮 这个拿起来就可以 当零食吃 方便 来 对 我们不用煮 等一下喔 老板 不要边爪边吃啦 回家再吃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今年一样有土豆啦 都有土豆啦 小米啦 都有啦 我出来看一下 好 有的拿土豆 你说我拿土豆 还有什么 不知道咧 哦 还有鲜渣饼 还有一个 甜滋滋的 我从乌鲁木齐来的 一定会产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葡萄干 真感谢我们的文文杰 这27年以来 给我们四张朋友的支持 虽然提起这个灵灵 但是 我相信 我们四张朋友 大家心是不是都很热 对 好 我们非常感谢 感谢文文杰 也是希望下次 希望能够 每一年都能够 有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参加 好不好 谢谢 四张朋友在志工或家人 的陪同下 一起逛大街 帮年货 还可以获得 城隍庙及敌化商圈 提供的年货礼品 在城隍老爷的庇佑下 感受敌化街店家的 友善与温暖 新年快乐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刑事局为防治 诈欺集团 利用假投资 手法行骗 持续锁定特定 诈欺集团的成员 发现以理性嫌犯为首的 诈欺集团 近期是陆续招募成员 并在大同区一带 陈珠豪宅 作为诈欺集房据点 兼警方破墙攻坚 当场是逮捕了 七名诈欺集团的成员 及机首 警方来到豪宅门口 费了一番力气 将门撞开 没想到门内 竟是一道白墙 警方再次用工具 将墙敲破 进入屋内 当场逮捕七名 詐欺集团成员 及机首 警方发现 詐欺集团 先以假求职名义 上网招募民众 在以投资虚拟货币画数 又使被害人 购买加密货币后 转入指定云端钱包 将钱包地址 偽装成假投资平台 使被害人误认完成投资 而造成损失 本大队为防治 詐欺集团利用年前 诈骗民众 锁定以理性协放 为首的假投资 詐欺集团 该集团在晚上 以假求职的名义 招募民众 再以各种话术 诱骗民众 加入假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 进行诈骗 本大队在日前 只请查期行动 共逮捕相关嫌犯发明 并查扣电脑手机 存折等张证物 警方同步至新北市 逮捕理性诈欺集团首脑倒案 总计查扣电脑主机 及萤幕手机存折 美金模型等张证物 全案依诈欺最嫌 已请新北地检署偵办 记者领期会议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为了保障消费者 采购脱水蔬果 腌渍产品及密件卫生的安全 抽验卖厂零售商的40件食品 检验结果有4件品质 不符合规定 另外也对食用肉加工品 进行动物性成分鉴别 抽验30件中有3件的产品标示 不符合规定 水果专卖店贩售的烟漬无礼 被台北市卫生局检出防腐剂 及多项甜味剂 还有另外一家黄金酸白菜 检验出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 连北市第二果菜疲乏市场摊贩的 酸菜及酸菜叶都检验出 本甲酸及二氧化硫超标 卫生局已令贩售地点业者 立即下架不合格商品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腌制 跟沟水蔬果 包括几只我们尝试的密件 都在这一次专案范围进行抽验 然后总计抽验的40件产品 检验的项目包括我们的防腐剂 漂白剂 酒色剂跟甜味剂的部分 其中有4件品质检验不合格 不合格率是10% 有2件是标示不符规定 其中不符合的部分 像腌制鸟梨的部分 是防腐剂跟甜味剂的不合格 黄金酸白菜是漂白剂二氧化硫超标 酸菜跟酸菜叶是本甲酸 二氧化硫超标的部分 另外有一件煙熏干化的化硫酯 还有泡菜是中文标示不符 可以看得到抽验的时间是在11月 所以其实我们目前相关的产品 不合格都已经先通知下架 那后续已经以行外线式标准 因为这几件产品都是外线式来源的 那当然针对这些添加物 或者是不合格的部分的话 是依实案法第18条去排除 那一同法第47条可以除去台并300-300万 那标示不符的部分的话 就是水安法第22条标示不完全 所以它是3-300万 那我们这一部分的话 事实上还是建议大家这一类的产品 要腌制的或脱水或蜜尖类的 我们还是尽量是不要多量的一个使用 那当然在添加物的使用上 那我们也是呼吁叶子 其实添加物管理比较特别 它在包装上就会写出 这个添加物的适用的范围 跟限量标准 所以他们在使用之前直接看 纸米添加物的包装标示 就可以去确认它可以怎么样的 去正确做使用 那也避免过量使用 而且有使用的话 就要正确落实完整的标示 在我们的一个食品标示之内 那方便我们民众来做选择跟便利上 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市售肉加工品 进行动物性成分鉴别 其中三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 呼吁食品业者秉持职业道德良知 注重产品加工卫生管理 若食材有添加动物性质成分时 应清楚标示 那台北市卫生局 针对肉加工品进行动物成分鉴别 那简单的说呢 举例我如果是一个牛肉丸 它在食品成分只有写牛肉 没有写其他成分的话 我理刚不应该在牛肉丸里面 验出猪或鸡或其他动物性的一个成分 那当然如果有验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去追踪 这个多出来的动物性成分是因为 它有添加没有标示 或者是在制程里面有交互的一个 重叠的一个状况所导致的 那这一次的话 而成都主力所说 我们总共抽烟的30件产品 有3件是标示不符合 那这30件包括12件的牛肉产品 9件的鸡肉 7件的猪肉 还有就是1件的羊肉 跟1件的鱼肉加工品 那儿子9件的部分 主要成分都相符 那有一件鸡肉 它是没有完全中央标示 那有一件牛肉产品 它只有标示牛 但是它有减出鸡的成分 那其实这次外縣市的产品 所以我们去厘清是不是有添加其他优惠 可能是一些调味器 或者是其他的状况 那1件羊肉是没有中文标示的部分 这部分的话都可以 以及意义违反实案法第22条 曾经谈付3到300万的一个罚款 那针对羊肉产品 是我们台北市的业者 这个台北市已经完全相关的处分 跟要求它限期在标示进行改善之后 它可以重新上架贩售 那其实市民标示 它是一个消费者选购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所评品名料物尽重跟添加物 那它还有负责厂商 那像肉品的部分牛群 我们都有要求它要做原产帝国的一个标示 那当然最常看的 我相信大家最常看的一定是有效日期 有些人可以参考营养标示 那在我们中央反规里面 其实有一些特定产品 会额外发批要求其他的标示 像基因改造食品、基因改造成分 或者是大家很在乎的过敏的标示 这个其实在近几年来 其实我们的市民标示规范会 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全 那当然我们也呼吁我们食品业者 要注重加工的一个流程 在整个加工的一个成品 应该是尽可能的去符合 它的一个标示的内容 避免没有完整揭露的一个方式 影响到我们消费者的权力 民众如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或消费异 可电洽台北市民当家热线1999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湾灯会以城市型灯会展出 除了12个行政区参与外 企业及民间团体也共襄盛举 欢迎民众在灯会期间到台北赏灯 感受台北更多元的面貌 2023台湾灯会除了主灯 宇宙围灯式外 在台北城市各处都可以看到 企业及民间团体共襄盛举的灯式设置 例如公庙淘喜的造型灯 守护民众整年好运 多家企业也展现各自的创意 与设计巧思来响应 首先带大家来到的是内湖区 今天看到的就是灿坤实业 陪伴大家非常多年咯 那一如这一次主题 灿坤幸福灯笼 希望让台湾人民的心再次的聚聋 让每个市民可以再次找到幸福的光点 这个三公尺高的灯笼 非常的吸睛咯 三商美邦人寿 这一次主题是三商美邦淫吐满堂 透过树的架构来建构 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穿越感 而且搭配了灯光的变化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过节气氛 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三商美邦人寿 来资金挹注主题灯式 位在东区的这个是荣荣还有安安 这两件作品也非常的美丽 好非常感谢三商美邦人寿 好接下来我们的目光要来到的是大安区 远东搜索呢是东区 唯一加入灯式讲义的百货业 那在中校馆的嗨嗨嗨 还有复兴馆的蔚来穿梭 褲子洞Future Shadow 分比啊都有这个灯式的展出 那也请到了国内知名的艺术家吴琦 还有陈虎来创作 那不仅呢是今年台湾都会在台北 灯式的一个起点也更是大家打卡 必拍的起点之一哦 哇想到这边呢非常的期待 我也想赶快到现场呢 来去看看这个美景 一起来拍照留念 但这个除了拍照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座灯式 其实都非常的有互动性 那无论是这个Future Shadow 留意的墙面 那或是High High的灯光变化 都会呈现出 不断变化的一个向上空间 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除此之外呢 也要带大家来到的是 我们今年的台新金扣 它们是秉持着永续流夜来做响应 那近时呢 各位可以在人爱物圆环 可以看到这一个大型灯式 璀璨台星 那它结合了数位的畅新元素 而且呢非常的有农历 莫年的气氛哦 那希望新的一年都祝大家 红兔大展 心想事成 好 那么最后一区来到的是 信义区 今天呢全联世界的作品 光耀未来全联二五 是由创意总监洪建章 带领团Freeze 还有国际知名的土耳其艺术团队 奥奇一起来合作 运用这样子LED 打造民意公司的光影艺术作品 搭配以大数据 作为背景运作而变化的这个AI动画 希望透过这个作品呢 开启全联对未来光彩表演的一个想像 哇 看到这个模拟的影片呢 画面就非常的震撼 灯会点亮台北每个角落 超过40座闪亮灯光 照耀在高楼与巷弄间 与城市完美融合 打造精彩盛会 管是我们的邓义吴登星老师 还有我们的澳洲或土耳其的设计团队 我们的在地的企业呢 为了我们这一次台湾 这一次在台北的重大的盛事 热烈的响应 把大家的智慧实力 我们都投注在这一次灯会上面的展现 比如说刚刚的全年的光耀未来 那个我很期待看到那样的一个设计的美感 当然在龙山市的主灯 或者是我们在文昌宫 或者是我们城隍等等 这些给我们的不管是传统的灯饰 也用新的科技实力 就像我们的佛光山或者石油宫 我们所打造出来的 不再是大家传统中 只有很传统的宫廟的热闹奇象 而且也用科技的实力 让我们大家能够敞郎在这一次光的台北 那当然还有我们12个行政区一起 在结合我们的主灯、副灯 这一些不同时期的展演时间 那这样的一个展演呢 我相信在台北23年 回到台北的这一个台湾灯会 也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用城市型的灯会形式 所以我们这四大展区有一个主灯 我们六个副灯 再加上各位好朋友 给我们台湾灯会所增贴的这些光彩 我相信可以透过光的轨迹 把我们所有参观台湾灯会的市民 国内外的好朋友 都可以循着我们光的轨迹呢 探索各位的创意无限 除了业者灯视响应外 台湾中游也协助挂制宣传布条 光邀各地民众国外观光客 齐聚赏灯感受美丽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有台版富良野美城的北投社三层奇公园 花海活动正式展开了 除了有16000株紫色薰衣草 及一串红十足海棠等多种花卉 组成的缤纷花海外 今年更以大观焦轮廓为主题 也描绘出独具一格的风貌 还有艺术家创作的地情艺术 在Iris弦乐四重奏的 宫崎君电影族曲演奏后 由台北市长蒋旺安 与台北市议员汪志斌 林姓儿及林世忠等人 共同揭幕下 有台版富良野美城的 北投社三层奇花海活动正式展开 这片由16000株紫色薰衣草 及一串红十足四季海棠 营业局及金莲花等六种花卉 形成的漂亮景色 吸引许多民众拍照打卡 很难想象这里以前竟然是墓葬区 透过我们北投再生计划 还有北投生态博物馆发展计划 让我们这一片 从原本早期的墓葬区 转型成为一大片美丽的花海 让在地活化 我想这一部分要非常感谢 我们在地的议员 各位里长 乡亲 以及我们公务局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才造就今天热门打卡的景点 除了有漂亮花海 今年更以守护北投社的 生态与文化指标大观究为主题 在三层旗公园描绘出 独具一格的花海风貌 让迈入第四年的三层旗花海 更具在地特色 实际走了一趟的蒋万安植花 景色绝对不输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 这一次我们规划的花海 特别不一样 是这一次我们花海的腹地 刚刚影片也有看到 是一个大观究的轮廓 所以我们这次定义叫做 救你来看花 救你来看花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段期间 大家可以告诉亲朋好友 利用春节可以来这边走走 看看花海而且也算走春 不过要以多彩花 会形成大观究图案可不容易 因为大观究是二级的这个珍贵物种 本身就在这个山域里面在活动 那它是高阶的这个生态链高阶的物种 代表这边的生态系非常的完整 那第二个是那个文化的意涵 因为早期这边是平浦族 那平浦族早期在做旗语或是祭祀的时候 他们的道具用的就是大观究 所以这个文化的意涵 那我们选择它也代表早期对这个北投社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涵的产现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了用了 今年用的特色是用大观究 那第二第三又如何呈现这个大观究能够精准的 像今天这么美的图案是我们用精准的这个测量 在测量的这个技术上跟这样也做了 所以有这样子的意涵 这次公园出发明跟邀请地景艺术家 撒布格兆打造两座大型地景艺术 土地的爱及循环力量 融合对土地的情感也让花海更有文艺气息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花海的一个可以看花的地方 那这次作品是希望能够透过作品跟人 跟这片土地能够有一些能够有互动 为什么是土地呢 它还是取决于大地原来我们这边的高领土 回去做创作融合这个土地的这个 回去融入到它的专门叫做土地的爱 那它造型是一个爱心 爱心就是代表我们土地的爱 旁边长出来了这个影响就代表它的那个生命力 大片花海加上特殊的地景艺术 也获得国内外游客的肯定 只说如果整片鲜花同时绽放将更为壮观 我觉得今年的那个天气应该比较比较暖一些些 开起来应该会很漂亮的 就是现在应该是还在正在开 所以颜色没有那么亮 如果全部就是等到再靠近春天一点 全部开起来应该会很漂亮 三成期花海活动将持续到3月 从除夕到初六 还有一系列的打卡换好礼活动 台北市政府方面也与32间在地店家合作 推出寓衣租借泡汤等优惠 邀请国人到北投走村 品尝在地美食 体验北投丰富的人文风情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都市更新推动不易 台北市中心难得预见千平的基地开发案 由都更大王建设整合多年 终于推出了指标性的建案 可说是西区再造的亮眼计划 台北市大同区最大基地面积都更案整合超过十年 由都更大王之称的建设整合成功 看好地段潜力推出指标建案 占地面积达1100多平 临近基杰A1站 捷运大桥头与双联站 区域内重大建设包括双子星大楼 台铁E1 E2 征华邮政双塔等重大开发题材 持续发酵 强调周围生活技能良好 首月的话 它是位于大同区的一个正核心的一个地方 那它本身坐勇有四个商圈 包含有大道神商圈 有永乐 有宁夏商圈 还有家乐府商圈 而且它这边附近的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 包含交通 在捷运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临近三个捷运站 包含有大桥头站 有双连 以及民权西路站 所以它在整个生活机能上是非常的方便 在学区的部分也是客户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国中是成员国中 就是让非常多客户为了这个学校 而来买这个案子 像我们现在大同区的话 有所谓的西区门户计划 包含现在刚刚动工的一个双子星 还有之前在新闻的一个台铁的E1 E2 那包含现在台北车站 它本身就是一个六铁共购的一个部分 那再来的话 像现在可以出国了 所以基杰啊 然后包含一些像基态的中校 还有西铁饭店 还有市议会的一个地上全案 都是我们的一个西区门户计划的一个规划 建案预计新建三栋SRC钢古建筑 平数主打26到50平 二到三房的秦豪宅 2028年完工 这个案子来说 公司非常非常在建材上非常的重视 包含像我们的厨具卫浴 基本上我们都是进口的 像以厨具来说 我们是light厨具 包含我们的搓油烟机 瓦斯炉等等 那像我们有送Bush的洗碗机 我们还有Bush的微波烤箱 都是我们的标准配备 那在浴室的一个部分来说 我们也都是进口的 包含我们在主浴的部分 我们是送头透的电脑马桶 那在客浴也是头透的免制马桶 那像以面盆来说 我们是以德国进口的Dolavi 然后在五金配件 Shower的部分 我们都是德国的Hans Grohe 以客户来说 其实他最重视的是安全 那以这个案子整个结构的部分 我们是用到SRC 我们还有做制证 甚至我们在外墙的部分 还有用AlphaSafe 带云发的一个外墙的系统墙 无外乎都是让客户 可以住到更安全的一个住家 再来我们还有一个 应该是业界现在是最厉害的 我们有做防水15年的保固 不管是内外的部分都有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让客户的感受会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内政部规定是 最少要有一年 那我们这边是提升了15倍 做15年的防水保固 对于近期立院三读通过 平均地权条例条文修正案 业者也无所畏惧 表示几乎都是支柱客订购 大方完全打不到自家客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在年假期间很多人休息 但也有人是来捐血证做公益 他们说这样做好事 可以快乐一整年 好 谢谢 来来来 帅哥 谢谢我董事长 谢谢你很爱 谢谢谢谢 我还要去一间好不好 我给你赞一下 协议基金会董事长侯胜茂 特别来感谢这些年 在过年期间 来捐血站做公益的好朋友 为他们的公益行为来按赞 让社会更温暖 今天非常高兴 我这个年假的第一站 就到基隆地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来这边 感谢我们的同仁 更感激我们的捐血人 他们在用年假的第一天 就能够踊跃出来捐血 来帮忙全国的民众 是值得是我们感激的事情 这些真的就是富国菩萨 有一个最好的善良的心 我们应该感激他 谢谢他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我想我们董事长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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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爱心 新年好 董事长我们站这边比较好拍 好 谢谢 好我给你站一下 对 谢谢 谢谢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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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过年那样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做好事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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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爱心 你这边没什么也是 你这也是 拍个照 拍个照 最帅的 谢谢 谢谢 感激 可以欺账 好 来我给你站一下 这个 好 你们太太有来吗 他在家 拜托 这个给你们太太 好啊这个 这个 你们老师 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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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多谢 这没玩笑 尖血钢铁人 对 嘿嘿嘿嘿嘿 接着这个 这个 社府担委 本这个 官会外董 有137厘 啊 募集这个 这个会 有 一千万万的 那个CC 啊 那个 器官健身所 是到 的人 这个 呃 呃 到目前 已经有 4807厘 哦 来 响应这个 很有意义的 活动 啊 正一家族 哦 大家都是 很努力 来推动 这个 哦 官会 活动 尤其 这个 过年 过年哦 这个会 是要欠很多 啦 希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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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来 响应 这个 来 来 够人 官会 图系 耶 啊 一年的最后一天 可以就是用那个 捐学来做一个 欸 紀錄 我觉得 超级 超级光荣啊 而且啊 刚刚啊 那个 捐学协会的董事长 还有来这里 发红包耶 我还领到了红包 觉得啊 我明年一定会 欸 红韵当头 嗯 我已经捐了 1111次了啦 已经 达标了 不能捐了 我 超过70岁了 对 捐学在这里 等于很有感情啦 就是 有空的话 我都会来这里帮忙一下 当个助攻啊 需要什么帮忙 帮忙一下而已啦 协议基金会董事长 也特别提到 过年期间 因为大家都休息 比较少人捐血 但是缺血的状况 并没有暂停 所以他特别感谢 这些有爱心的朋友 过年期间来做公益 记者 黄日升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副总统赖清德 接下民进党主席 一直后 与前基隆市长林佑昌 在大年初一 前往基隆清安公 与慈云寺 参拜并发福袋 强调会拼经济 照顾全民 牵着舅舅 总统府国策顾问童勇 在前旧市长林佑昌 金庸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与多位党籍议员 陈淑平 赖清德前程的向基隆骂上香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大连初一 赖清德特别走访 吉隆清安公 除了向舅舅 同涌请安问好 更在现场发发议员 福袋 吸引大批民众排队领取 拿到的民众指护好开心 超开心的超开心的 你也是专程来的吗 对 戴手还专程来的 妹妹呢 你拿到的帽子 很开心 很开心 結任民进党主席 赖清德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他希望能团结全体党员 并结合所有力量守护台湾 促进民主繁荣及和平 具体的做法就是发展经济 我希望可以团结 全体统还先进 跟建立民主繁荣 可以来完成 台湾在新时代新的书名 就是修台湾 促进台湾的民主和平和观点 具体的做法就是拼命 相信你说 要顾辅助也要顾法党 所以经济发展是第一要务 经济发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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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专民有量 这个公司 不可以策略 人和这些人 艰苦人要顾到照顾 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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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我省A在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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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 sound 先�送茯OU ruteron 我們順利就好 所以我希望這位 這樣跟大家祝福 我們要跟大家拜託 我們到底打招 一定贏 好 感謝大家 讓我們感謝 被外界多次點名入閣了 前舊市長李佑昌則 再次感謝市民的支持與栽培 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好 大家祝福福氣 今天我們岸副總統 頭一張簽譯 來我們慶安宮常拜 替我們台灣 替我們國家來祈福 我相信我們今天 祝福拜拜所有的民眾 大家都是最有福的 又藏在這裡感謝大家的財貝 第二的新年在這裡祝大家 新年快樂 欣賞事成 萬事如意 紅褲大讚 恭喜 感謝各位 謝謝 議長同志偉則期許賴副總統 明年能順利當選總統 再以總統身份 來慶安宮發紅包 我想在疫情後的這個時候 大家今年你看我們慶安宮聚集了 這麼多人來領賴主席 賴總統的紅包 我想這代表我們 經濟會逐漸的好轉 然後日子會正常的 正常來慢慢的會恢復正常 我想在新的一年 這樣子的吉祥 然後我想賴副總統 跟林佑昌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議員 都在這邊一起歡迎大家 然後也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而且我們賴副總統 在行政院長任內跟佑昌市長 破壞了現在整個大吉隆的發展 我想接下來讓他擔任總統 吉隆會持續的成為台灣頭 台灣的驕傲 恭喜 恭喜 來囉 記者 張其他 金融報導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 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 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 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 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 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或解假訊息行動似乎無藥 不要只看標題 不要分享 不要按讚 不要驚慌 要查證 要查證 中家期盤關心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集合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集合市場謝國良 關切春節期間強化行人友善政策的執行情形 過年期間他持續到重要的入口來視察 除了未免心情執行的員警外 更呼籲 汽機車駕駛人都能力量行人 讓機能成為友善城市 畫面上是過年期間 市長謝國良不休息 持續多天到街頭去關心 行人友善政策的執行狀況 而在交通處長王俊宏 警察局長張樹德等人的陪同下 共同站在路口轉彎處前 觀察將近一個小時 市長感謝員警們犧牲年假辛苦職情 也請聽市民朋友們的意見 這個推動讓車子要理讓 好的 讓車子 你覺得有在理讓 這邊比較好 對 那如果去比較反面開的話 你會 還有改善的空間 假如 討論到老人家 我們可以問你 說這個裡面的報告 在那時候 他能不影響 他能不能整理 加油囉 市長加油 謝謝 謝謝快樂 小愛爸爸市長謝國良表示 基隆市許多汽機車的駕駛人 在行進路口時 轉彎往往不會理讓行人 出現路口人車真道的情形 讓小孩或老人顯像還身 為了將基隆打造成 溫暖友善的城市環境 基隆市政府從今年春節期間開始 針對友善行人政策 加強宣導執法 希望駕駛人提高素養與品德 尊重行人路權 記者 黃日生陳淑平 基隆報導 而在春節期間 警察 消防員 以及環保局清潔隊員等公務人員 都是不休假 持續為基隆市民服務 議長童子偉 特地代表基隆市議會 帶著下午茶套餐 慰繞這一群辛苦的公務員 傳遞溫暖與盡力 春節期間包括警察 消防以及環保局清潔隊員等公務人員 都是不休假 持續為基隆市民服務 維持春節治安及交通順暢 救災救護和清運垃圾等工作 特別是10天 春節假期幾乎都在低溫中度過 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特地代表市議會 帶著下午茶套餐 慰繞這群辛苦的公務人員 我們分別到這個暖暖消防分隊 七肚消防分隊 還有消防的七肚分隊 以及我們警察局交通隊 還有我們環保局的清潔隊 分別來跟我們的所有同仁 持班的同仁說聲感謝 跟表達代表議會最高的敬意 那我想在過年期間呢 我們警消還有清潔 他們的休假時間是照牌 輪休 所以沒有辦法 不一定有辦法跟家人來團聚 然後也因為有大家 所以我們在安全 還有環境的維護上 都可以讓我們基隆人 可以享有最高的品質 那過年期間 也發生了幾件火災的事件 那警消同仁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想帶一點點的心意 下午茶 來表示我們對大家的感謝 跟整個慰問 對於議長 童子偉 以及市議會 這份暖心的敬意 大家都是滿滿的感動 因為今年過年 然後疫情也開始趨緩 所以圍爐跟吃 準備的人也比較多 菜色的準備 所以市場跟彈宰嶺 魚市的特色量也水之大增 那所以同樣也很辛苦 在除夕出一出二出三 大家都輪值值班 恢復市容的一個整體 那也很感謝議長 他擺防之中 對疫情人的有味道 那這次很感謝議長 謝謝 本隊在執行入口 宣導 里讓行人的一些工作 還有包括交通疏導的作為 今天特別感謝議長 自政本隊下午茶來衛冕同仁 也祝福議長 新年快樂 和家平安 我們所有幹部 跟我們計程同仁 都發揮我們所有的一個 謹守崗位的精神 到我們所有應該胡的地方 去做一個搶救跟胡的工作 那尤其這一陣子 我們也碰到幾件的火災 所有的我們外景同仁 都順利把這些災害 把它搶救完善 那也特別感謝那個議長 那在這一段時間 感念我們所有外景同仁 的一個辛苦 特別利用時間來破控 讓我們百胡七毒 跟暖暖三個混沌員 來做相關的一個慰問 議長同志偉表示 今年過年期間氣溫奏降 讓民眾生活相對不方便 幸好有這群認真職勤默默工作 甚至放棄和家人相聚的無名英雄們 才能讓基隆市的環境舒適度 大大提升 市民朋友開心過好年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又帶你來看過年期間 基隆東岸廣場有駕駛物 看右轉標誌 衝下行人階梯差點 撞進商場 小交車打方向燈 從大馬路往右轉 開起來不是很流暢 再往前開一點 突然碰一聲下樓梯 當場卡住 從另一個角度看更驚悚 紅色交車瞬間衝下好幾層樓梯 車主趕緊下車查看 沒想到車子又往前滑 撞上鐵捲門 回到事發現場 階梯地磚已經破裂 拉起了封鎖線 意外現場就在東岸廣場 現場已經擺起了交通追警室 27號早上7點多 70歲的理性駕駛 開著小客車 竟然直接穿越人行道 霧場樓梯 差一點就直衝商場 把停車場入口標示拿來比一比 標示相當清楚 還有剩餘的車位顯示 至於誤闖地方 只有東岸停車場的LOGO 而兩個地方位置 就距離不到50公尺 駕駛只要再轉一個彎道 就能找到停車場入口 27日上午7時許 有外地遊客來基隆遊玩 因不熟悉路況 見地面有右轉 標示誤以為停車場入口 便直接死入傷場內 所幸未造成任何傷亡 警方呼籲用路人 春節期間外出旅遊 應注意行車安全 人生低不熟 加上大清早沒清醒 意外就發生了 駕駛闖後 自己找人把車拖起來 提醒要到基隆遊玩的遊客 下次找東岸停車場 記得先找大門口標示 還有車位的顯示 以免再搞烏龍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 基隆市文化局 在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舉辦太平潤海難 74週年追思活動 市長謝國良漢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長陳濟民 一同獻花致意 希望未來台海之間 使用愛與和平 來善待每一個生命 追思活動的現場 特別邀請七度重慶教會 林富山牧師進行駐道 希望藉由詩歌 來傳遞家屬的思念 也祝福參與的家屬及貴賓 在新的一年都幸福平安 我們用詩歌 我們用禱告 我們來懷師 我們的先人前輩 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恳求你賜下那屬天的平安 交灌在所有 罹難者的每一個家屬的身上 我們要恳求你的愛 交灌在每一個 罹難者家屬的身上 在你愛中 他們要得到安慰 在你愛中 他們憂傷的心靈 要完全得到醫治 主啊或許 他們由因著恐懼 而帶來的一些 負面的情緒 或是一些的焦慮 要奉耶穌的名 來祝他們完全得到釋放 天父在這時候 我們禱告 你的恩惠跟慈愛 要永永遠遠來隨著他們 天父 我們也祷告 因著戰爭 所帶來的家破人亡 所帶來的顛沛流離 主啊這一切的悲哀 我們祷告要完全的離開台灣 決書我們 我們先告你是那掌權的神 主啊你掌權在中國大陸 跟台灣這兩個地方 主啊你把你的平安 赤下兩岸之間 天父 你給兩岸的領導人 有聰明跟智慧 接下來眾人到太平倫 遇難旅客紀念碑獻花致意 在1949年 太平倫發生的這個慘劇 造成了千人的死傷 剛剛碰到一位阿姨 她在太平倫慘劇發生的時候 她才六個月 在媽媽身上環有身孕 其實她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父親 那我們今天辦這個追思活動 我覺得最主要是要讓我們了解到 和平的可貴 因為大家都了解到現在兩岸 是屬於緊張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台灣未來 一定要和平 絕對不可以發生軍事衝突或戰爭 我想太平倫的這個 過去的一個歷史記憶 可以讓我們了解到未來台海之間 一定要有和平 目前基隆市政府已將太平倫 遇難旅客紀念碑 清法戰爭紀念園區 及周邊數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文化資產 縫合起來 整合成為沙灣歷史文化園區 歡迎民眾有空可以到園區走走 感受基隆深厚多元的文化內涵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基隆港務警察總隊長舉行交接典禮 新任總隊長林溫柔宣誓就職 針對基隆市警局前一陣子 發生遠景的封紀事件 警政署警政委員黃世青尖交時 要求同仁吃飯要問清楚狀況 可見林溫柔要派帶基隆港務警察總隊總隊長 基隆港務警察總隊長舉行交接典禮 新任總隊長林溫柔 接過硬性正式履新 有鑑於基隆市警察局日前發生 偵察隊與幫派要腳聚餐慶生 違反封建案件 典禮尖交人警政署警政委員黃世青 再三叮嚀各級幹部 吃飯前想要問清楚 不該去的地方不要去 不斷的耳提滅命 交代我們這些基隆的同仁 千萬不要做不該做的事情 不該去的地方千萬不要去 我會跟他們無語言還不難去 現在吃飯我告訴你 都要首先問清楚 時間地點跟什麼人吃飯 都要問得清清楚楚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現在沒有事 兩年後三年後跟你翻舊帳 新任總隊長林溫柔 是中央警察大學 第58期公共安全學系畢業 歷任新北市警察局公關室主任 新北市警察局樹林分局 海山分局 新莊分局等分局長 學經歷相當豐富 過去在82年到92年 曾經在基隆市服務 這是20年後再回到基隆港來服務 我們希望在港區的安全 包括基隆港台北港 蘇澳港跟福澳港 我們相信在基隆港警總隊的 同仁的權力以赴之下 能夠確保整個國境的安全 有鑑於基隆市警察局 發生的封禁案件 引起了警政署高度重視 下令要求各縣市的警察同仁 要維護警察封禁 如有違法絕對延辦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的程式 好嗎 有快點 我們來臨時 我們送你的 也會想到 把它寄出 嘴巴 一段時間 或者怎麼回遨 你的同志 我們也會選擇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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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我需要的 我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